他从车子去救人呐 人家那个车子还有这么高的尾巴在外面呐 他根本就没有去查救 他只是全部各个都是怕死 还有把这二十八块的 根本不去救人 外面合合的把我老公的盒子买 在那个土里面去了 直接挂水衣什么都不挂的 你看哪里有这样的人呐 你看有没有一点良心呐 都是父母生的 不能这样呐 真的第一次去救他的时候 他还有声音 还有肥心去救门子 下午去救的时候还有一点声音 后来马上去救就没有了 他们根本不采取措施的 哪里有阵子 我是早上十一点到 我记得很久 他们只让你去找晚上 我妈妈他们是晚上 也非常的觉得 自己转的地方也不行 好 下午完整的水 强行把我带走 下午完整的水 不是吃 是我的个人 也就不算是没有 因为我的人 因为我的生气 就是新来的 就是别大了 昨天就我的人 然后政府 所有的政府 没有一个人来给我一个交代 昨天他主要数多人来说 没有一个人来说 我说 他说 我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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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见人 我要见人 他们都 人别没有採取措施 先生 都不露面的 我说 你去哪个人 又不是 您能不能 professor 你去哪个人 那时候爸爸的爷爷说 你去哪个学校 就是坐 你去哪个学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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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今天通知打电话的时候就没有了 他也是知道爸爸跟爷爷昨天没有抱他 晚上一直不睡觉 平时从来不会这样子的 他是小孩子他对他的心理都知道 我想想他政府真的是没有一点反应的